反反复复都是些歌舞表演 无趣 宫里就不能玩点刺激的 不如来玩狼人杀吧 缓缓身得振兴 这有什么好玩的 后宫不是分分钟都在狼人杀吗 那你别玩了 皇上 咱们先开一局 皇后当法官 是 请抽牌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互相确认身份 狼人请杀人 朕自刀了 朕真是太聪明了 你们确定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今天死的是他 你有一瓶解药 你要救吗 你要复活了 瞧给咱四大爷乐的 你要毒谁吗 女巫请闭眼 语言加睁眼 你要验谁 他是 预言加请闭眼 也孩子请睁眼 你想跟谁 他是 也孩子请闭眼 天亮了 皇上驾崩 有疑言 谁杀的朕 朕只是个平民 女巫是谁 为什么不救朕 好了 从下场再开始发言 平妾是好人身份 轻踩一下华妃 平妾觉得只有他胆大包天 改杀皇上 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 那就此下场再一阵红吧 华妃娘娘冷静啊 下场再闭嘴 还没到公僚阶段 华妃还有话要说吗 本宫可是民情民以上 过 本宫也怀疑华妃娘娘 拽妃呢 好人 既然女巫的解药还在 本宫就挑预言加了 女巫今晚一定要救本宫 原先本宫也怀疑华妃娘娘 但是昨晚 本宫验过了 华妃娘娘是好身份 这样看来 下场再就有些可疑 但齐妃娘娘也不做好 碎果 闭嘴 下一个 儿臣跟的西贵妃 再也不是没有 额娘的野孩子了 西贵妃是好人 个人发言完毕 可以开始公疗了 虽然个人不红 倒是挺挨蹭 你新娘娘可不缺孩子 下一把抽到野孩子的 就跟某位香喷喷的娘娘吧 她缺孩子 你直接报她身份证得了 你们不许人身攻击 既然没有其他人跳预言家 西贵妃又给华妃发了金水 那暂时算他们好人 四个是野孩子 本宫是好人 谁知道呢 很明显 狼就是下场赛 和宁品 你炫口喷人 你是什么身份 本宫是女巫 这把票下场赛 下一把本宫再把宁品赌了 不愧是十明之投赌第一人 皇上 听见了吗 就是他不救你 岂有此理 皇上息怒 萨哥又长高了 你就不能换句话讲吗 皇上你已经死了 不能说话了 真的心死了 嘴巴又没死 为什么不能讲话 糟老头子不守规则 还箍造得很 幸亏我没有救他 没错 我才是女巫 其实本宫只是个平民 想护一下女巫罢了 那就先把下场赛票死吧 皇妃娘娘饶命啊 可以 儿臣同意 这轮票死下场赛 晚上本宫会宴起飞 女巫记得救我 好了 下场赛五票倒牌 皇妃娘娘 聘质再也不敢了 皇妃娘娘 皇妃娘娘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杀人 女巫就女巫 天一亮 我就凉了 那只能放手一搏了 万一骗到了女巫的解药 还能有一丝希望 你确定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今天死的是她 你要救吗 你要赌谁 女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你要验谁 她是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好人胜利 游戏结束